上帝的能力不论何时何地 在富川一所孤儿院聚会时 有一个下半身瘫痪的四年 记忆也丧失的少女被引导到我面前 我为她按手之后扶她起来 大约一分钟之后 她就可以挪动脚步 向前走出十步左右之后 喊了起来 我是某某某 她也可以认出自己班里的小朋友 和自己的家属恢复了记忆 详细地讲起了学生时期的事情 她的家人流着眼泪 献上了感恩的祷告 有一个男人在结婚当天 发生了交通事故 丧失记忆 成了大小便不能自理的状态 惭愧的现实 让全家人受到了打击 我向上帝恳切祈求怜悯她 然后给她按手了 她终于恢复记忆 成了正常人 当她恢复记忆的时候 在旁边的数百名观看者 都满眼泪水 她用奇异的目光扫视着周围 说起话来 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新娘在哪里 她以为自己正在准备蜜月旅行 可是岁月流逝 已经过了五年 在旁边哭着的嫂子说 我怎样回答她呢 然后嚎啕大哭起来 原来 新娘在出事的那天 就死了 我也是 要骗大哭起来 我骗大哭起来